视频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则冷门且过时的新闻 2021年10月 特异军人县工人代表社区组织者艾斯特拉达宣布 参加加利福尼亚州藏滩市第一区的议会议员选举 本来一个区的议员选举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艾斯特拉达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是90年代以来 第一个以公开的美国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公职竞选的人 结果嘛大家都能猜到 2022年6月举行初选 总共5个候选人 得票前两名的候选人将于11月参加第二轮选举 而艾斯特拉达在初选中排名老三遗憾出局 说到各国共产党的斗争方式 无外乎两条路 革命和选举 革命成功的都是执政党 失败的大家都懂 靠选举成功上位的也有零行少数 比如应供马派也能掌控几个省 但是对美国共产党而言 别说革命了 即便是敢公开党员身份去参加选举 甚至能拿到第三名的名次 能有这么多的选票 就已经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了 曾几何时 公开身份的美共党员 会被群众当面拓挖为本土恐怖分子 各种线上线下的恫吓 甚至受到生命危险 反共在美国是真实的现实 根据上世纪50年代 美国国会通过的 至今依然有效的共产党管制法规定 美国共产党员不许领出国护照 美国共产党员邮件和宣传品 必须交政府审查 共产党员不许在工会中任职 不许在国防企业中工作 党员找工作不可以隐瞒身份 为者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和一万美元以下罚款 共产党员不享有 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合法团体 所享有的任何权利 特权和豁免权等等 加州还特别加了一条 禁止共产党员成为政府工作人员 该法案直到2017年才被废除 在美共被监视的最严密的时候 不到一万名党员当中 大约有1500个政府卧底 于是就有了一个梗 十个美共党员 七个FBI 两个CIA一个克格勃 刷的久了 这个新梗也就变成了烂梗 说到美共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惊讶 美国这种地方也会有共产党 美国共产党居然还活着 其实美共是一个百年老党 虽然被美国政府几乎逼上死路 但是最近几年 特别是疫情爆发之后 美共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接受美共的观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美国共产党的进化 其实美共最艰难的时候 还不是被麦卡锡主义迫害的那段日子 而是苏联解体后 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的一二十年 曾经的同志们突然消失 信仰面临崩塌 一些党员退党 留下来的人也渐渐老去 一名前纽约支部的负责人清晰的记得 进入21世纪后的头几年 他参加了100多场葬礼 到小布什执政期间 美共全国党员人数 锐减到不到3000人 领工作的干部只有两个 党主席和副主席 当时党的主要经费来源是靠物业收租 美共的总部是在纽约曼哈顿 西23街一栋八层楼的房子里 这栋楼是1970年代 美共趁着这片街区还没有走红的时候 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买下它 请作为党总部 而时过境迁 至今这里已经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于是美共就把楼里的两层出租 租金收入用来支付最大一笔开支 那就是美共的网上刊物 人民的世界 美共就是靠这笔钱熬过了最难的时候 事实上 无论是美共自己还是美共的敌人 都认为 他能从苏联解体后的大震荡中存活下来 是一个奇迹 当时曾有人建议 美共要么解散 要么改个名字 好在当时的美共几名核心骨干 特别是老主席格斯霍尔坚持住底线 不改党名不变党姓 无论前途多么黑暗 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念头 有机会做下棋的时候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老党员霍尔的硬核人生 但是未来的路怎么走 霍尔意识到必须要改变 他在1990年迈出了美共转型的第一步 写了一本题为 美国通往权力法案社会主义之路的小册子 认为美国的权力法案 保障了人民的民主和个人权利 因此社会主义 要想在美国得到人民的拥护 就必须要继承和发扬其中的民族精神 而不是推翻这一法案 霍尔在美共26大上 向全党介绍了 他关于权力法案社会主义的设想 主张摒弃苏共的路线 独立自主地探索 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美国式的社会主义 应该根据美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来建设 要实现权力法案中 尚未充分实现的权力 建立一个民主的 消除了各种不平等的 没有剥削和贫穷的社会 那么什么是权力法案呢 其实就是1791年 美国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第一条到第十条 包括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保护私有财产 司法正当程序 陪审团制度等等 堪称是整个美国现代体制的基石 霍尔在90年代说 要走权力法案社会主义 其实可以理解为 是对现实的一个妥协 苏联已经没有了 美共想要活下去 就需要和苏共划清界限 也就是换一个活法 在不掌握军队的基础上 要想在美国进行暴力革命 成功率那是负数 所以以后不搞武装革命了 用选举的方式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当时美共党内也是吵得很厉害 一些人想着 干脆散伙分行李 而一些同志则认为 走选举道路会脱离阶级斗争 正反双方都对权力法案社会主义 难以达成共识 直到2001年 美共27大完成换届 三姆韦伯接任主席 新的领导集体上任之后 根据当时所面临的新情况 对党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才确定了权力法案社会主义 是美共的基本路线 根据美共的阐述 权力法案虽然奠定了 美国民主的基础 但是其中的资本主义因素 比如财富差距 阶级剥削 种族和性别歧视等等 它都限制了 人民行使民主的权利 因此美国的社会主义 应该清除这些资本主义因素 真正践行权力法案的民主承诺 通过民族斗争 消除一切压迫 保证人民在工作 教育 医疗保健等方面 享受平等的权利 党当中还弱化了 阶级斗争的影子 强调团结大多数 在向社会主义的 和平过渡过程中 可以采取多党合作的形式 转机出现在2008年 全球性进入危机当中 很多美国人 特别是年轻人 升平第一次 有了去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冲动 据一项社会调查显示 当时美国有20%的受访者 赞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 33%的人更喜欢社会主义 虽然这个数字依然是少数 但是在美国 这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多了 2014年 美共在三十大上 再次修改党章 用工人阶级 在社会变革斗争中的 领导作用这种表述 来淡化阶级斗争的相关表述 进一步突出了 民主斗争 特色过度的理念 总之 美共是一步一步 把自己打扮得 越来越人畜无害 以谋求扩大群动基础 不过 在2019年 美共建党100周年之际 芝加哥召开的31大上 美共又修订了党章 这一次倒不是温吞吞的 而是充满了火药味 新的党章指出 当代垄断资本 一方面通过自动化 智能化和大数据等新型武器 使得剥削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 借助权儒主义和宿命论 来剥削工人阶级的反抗意志 同时煽动种族主义 身份正直 和极右翼民粹主义 来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 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 使得工人和民主权利 难以得到保障 为此美共宣称 美国应当制定 复合社会主义性质的 新的权利法案 用战略性的计划经济 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 无政府状态和破坏性竞争 对关键行业实施国有化 以消除资本主义的浪费 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当然 私人的财产权是绝对会保障的 也允许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 那么美共打算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 他们计划分三个阶段 来推动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第一阶段 把以特朗普为代表的 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赶下台 然后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 联合其他民主党派 左翼和进步力量的联盟 以阻止极右翼势力继续党权 第二阶段 组建反垄断联盟 反抗垄断资本主义 通过选举斗争夺取政权 然后实行社会主义改革 第三阶段 通过宣传灌输 强化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 和社会主义觉悟 竟然实现权力 向劳动人民的革命性过渡 并努力防止反动阶级的复辟 说句老实话 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 当年我第一次看到 这三个阶段的表述后就觉得 除了赶走特朗普 还具有一定可行性之外 其他的都有点困难 或者说非常困难 美工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老主席韦伯说 马列主义的很多先驱都预言过 社会主义建设 需要经历不同的阶段 现在看来 这个过程要比我们之前认为的 要漫长和复杂的多 短期内 美国不可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从长远来看 社会主义会在美国得以实现 而正因为短期内的不可能 所以美共并没有提出 实现这三个阶段目标的具体时间表 而是应当随机应变 把精力放在推动革命运动上 抓住一切机会 壮大自己的力量 这不机会就来了 自2020年以来 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退去 通货膨胀又紧跟着上来 美国的经济发展 面临不小的压力 而从历史角度来看 社会主义的曙光 往往是在资本主义 开始失败的那些地方出现 所以现在正是美共发展 壮大自己的好时机 美共这几年也干了好几件大事 重中之重 当然是极重力量 来狂批老对手特朗普和共和党 这倒不是看不惯川宝 而是为了给共和党内 彻头彻尾的大资本家 和特朗普旗下的 极右翼势力设置障碍 为此 美共领导人和党内成员 大量的撰写文章 历程共和党 在疫情应对当中的不当表现 美共指出 共和党的解决方案总是一样的 那就是让所谓的自由市场发挥作用 对富人实行大规模减税 实行经济紧缩 剥削所有工人消费者和环境 这无疑加剧了普通民众 尤其是底层民众生活的艰难处景 类似的文章视频还有很多 美共的这一步的确没错 以美国的政治氛围 和特朗普的黑洪程度 骂特朗普的文章总是有人点赞投币的 当然也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但是不管怎么样热都有了 骂完之后当然是要宣传自己了 美共非常注重线上线下 协同开展教育活动 特别是为了疫情防控 线上教育的比重越来越大 比如美共在洪博的大本营 德克萨斯州建立的网络党校最为典型 这是一所以蓝调歌手 弗兰克·利特尔的名字命名的 马克思主义学校 提供马列主义数层教育 据说只需要十分钟 就可以完成基础理论的学习 而且完全免费 如果你看完十分钟之后 对马列感兴趣了 那么网校还会提供进阶的免费学习教程 此外美共官网和党章人民世界的官方网站 也都发表了大量科普类文章 公开身份的美共党员 也充分利用社交媒体 比如我们视频开头介绍的那位 竞选议员的美共党员 就经常在推特上发中国新闻 特别是中共建设抗疫成就的新闻 很有一点自在干粮的五美分风采 另一方面 美共还在线下利用自身在各州建立的 名为俱乐部实为党支部的组织 组织党员开展互助活动 加强与民众的联系 比如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美共俱乐部 就与当地的难民救援组织展开合作 在疫情期间 积极地向纳瓦获族民众提供医疗用品和口罩 美国康尼迪格州纽黑文士 温测斯特纽霍尔俱乐部的成员 在疫情当中 为当地的穷人无偿的缝口罩 募捐药物等等 总之 不管你身上叠了多少个buff 只要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 无论肤色或性别 都是美共帮助的对象 这种完全突破身份的政治活动 无疑加强了美共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好感度 扩大了群众基础 当然 单靠美共一家是达不到特朗普的 主力还得是民主党 所以美共延续了以往的斗争策略 即在选举中帮助民主党击败共和党 建立一个广泛的选举联盟 形成以打击特朗普政权为目的的统一战线 虽然美共还没有推出本党的总统护选人 但是他们积极地参加选举活动 拉近与党外人士的距离 在蹭人家竞选活动的时候 大量印发美共自己的宣传册 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美共 被共产主义理念吸引 最终成为美共的一员 这种选举战略 颇有点悄悄进村打枪的不要 低调地拉近了美共与普通民众的距离 还是美共加强了同其他左翼组织的联系 为美共提供了一个积蓄力量的渠道 也使得美共不再孤立 这一番组合拳打下来 美共的生存境遇有了很大的好转 最明显的就是 开会再也不用老头乐了 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多 大学生甚至未曾年人志愿者越来越多 那位去参加竞选的党员就是一个90后 疫情爆发后 被美共宣传的共产主义所吸引才入了党 老主席韦伯也说 现在当他告诉别人自己是共产党员时 大家的反应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敌对了 一些年轻人甚至觉得他很酷 事实上 随着冷战记忆逐渐消退 美共现在又采取了务实的草根活动的路线 这使得他们的形象正在改观 最起码大家的观念已经从共产主义是魔鬼 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美国可能会更美好 就是不太可能实现 对于美共来说 这种转变才是最重要的 美共前副主席贾维斯·泰娜 总结了美共现在的任务 我们应该让大家相信 社会主义的美国不是空想 而是一场每天都要坚持的斗争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为理想去斗争了 所以现在正是加速吸纳党员的好时候 为了扩大党员的数量 美共也采取了不少措施 首先进一步放宽了入党条件 之前的规定是 凡年满18周岁 拥护美共党纲且在美国居住的人 都可以自愿加入美国共产党 现在他则放开了年龄限制 18周岁以下也可以申请入党了 国籍和宗教信仰也放宽了 信上帝信佛陀的也可以信马列了 美共还改革了申请入党的手续 以前要想加入美共必须要向所在州的组织部门 或者是全国组织部门提交申请 而现在可以在美共的网站上直接点申请按钮 填几个相关的申请表格就OK了 最后他们还积极发展青年组织 为党储备后备力量 美国也有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 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 他们和美共有着共同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 在美共的帮助下 美国共青团已在21个州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据一些人士分析 美共目前的党员人数应该已经恢复到了1万人左右 看到这里也许大家能感受到 美共制定的新战略确实更符合美国的国情 也适合现阶段美共发展的需要 世界各地最成功的工人运动 从来不是外部加强的 而是从内部产生的 美国一时如此 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在等一个机会 等内部外部因素都足够成熟吧 而在此之前苟了就好 无论道路怎么样 那些宁愿忍受美国共产党管制法的迫害而留下来的 或新加入的美共党员 斗争在最令人绝望的环境下 依然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 这就足够了 正如美国黑人知识分子 泛飞运动的创始人杜伯伊斯 在加入美国共产党时说 我得出的结论是 资本主义无法自我变革 它注定要自我毁灭 没有一种遍布的自私 可以给所有人带来社会利益 而共产主义 努力为每个人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 并要求每个人尽其所能 这才是人类唯一的生活方式 我想帮助推动那天的到来 那么美国究竟会不会如美共党员所愿 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 我们也拭目以待